今天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呢? 還有減林球的世界級世界杯 是日本每四年一次 我覺得很好奇 減林球是英國人發明的 是英國的歷史 足球 減林球 還有什麼球? 應該是四球 減林球、足球 高爾夫 忘記了 為什麼日本人都可以 可以host 到世界級的世界杯 所以 日本是亞洲國家 這些無故 為什麼可以搞到這麼好呢? 所以我兒子都說 挺好啊 日本的場地也好 刺激也好 可見日本人 日本這個文化 這個國家已經是很用事實 接受了所謂西方的東西 通過這個減林球的世界杯比賽 已經是可以看到了 這個是一個大件事 第二個大件事就是 我的先生 因為昨天出差 就說不回來 因為今天星期六 又去林敦有一個 Brexit Marching 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遊行示威 因為他們支持 想英國不要拖歐 歐聯盟 所以有些香港朋友 很不開心 覺得英國政府 沒有太支持 香港這次反送中革命 嗯 我都理解的 我都沒有機會 去問多些人來 聊一下 到底是為什麼他們不支持 嗯 因為原則上呢 他們 我自己個人 這樣想呢 就是不想 英國政府 就不想被 那些世界輿論 看到呢 即是說 你殖民了 香港都一百年了 那 到現在你還不放手 你還在這裡影響到我們 這些外國勢力 所以 這些是第一 第二 就 英國本土 有很多東西 有夠的 很多東西 有搞定的 他們本身 都已經是 很難應付到 所以 我都可以理解的 嗯 所以今天呢 就看到 我 我自己去過兩次 這個marching 他們不是說 很aggressive的 嗯 今天很幸運沒有下雨 天氣又很好 它有一個 起定的地點 一路走幾公里 幾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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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過去了 那 我上次參加過兩次 我覺得都很有趣的 嗯 是支持我先生 那麼說 嗯 因為他跟我說 如果 英國這個國家 跟 歐聯盟拖 離開了 會有很多大問題 啊 這個問題 甚至會影響到 我們的子女 他現在 生意啊 他做事 都已經是 很快就看到 一些影響了 嗯 你最差都要簽證 最後 如果是 不要說太多 什麼生意啊 什麼 其他影響 最差你都要麻煩多了 要簽證 才去到 布魯西爾 布魯西爾 是一個 歐洲很少的國家 所以我自己也參加了 我那時候又錄下了兩個視頻 至少 都幾感動的 我第一次參加這些遊行示威 很有好的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看到我這個視頻 應該是我的視頻 找到的 我想給當時 是普通話的朋友 看到 你看 我這幾個小時 是沒有看到警察的 大家很輕鬆的 大家一邊走一邊 好像唱歌 有些年輕人 男生女生 又製造新T-shirt 然後又唱 又打鼓 有很多好靚的口號 好靚的口號 就是 見到很多不同國家 都是歐洲國家那邊人 你一開口就知道他英文 就知道他不是本土英國人 還有很多英國人 拖著兒子女女 又推著 有些不懂行 有些又是 好小好朋友 有些是有些好老的老人家 都出來 所以 爭取了兩次 都是 未得住 所以 今天呢 是倫敦 這個時刻 是發生著 我就不是去到 因為我是 抽仔抽女 真是去不到 所以就 沒有錯過這個機會 第三次 他們想 不要脫歐 不知道結果是什麼 如果脫歐 都可以有些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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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這樣的意思 都應該是挺複雜的 因為這麼大的國家 應該是四十幾年的 年齡的關係 所以 你突然之間 拆開了 有人形容 好像婚姻 四十年的婚姻 應該是很多年齡 所以 一下子 不是很快地搞定 都可以理解的 那 我 我看我一個兒子 今天 打這個 Rugby 減林球 我覺得都挺有趣的 因為很多規則 看到兩個球隊 是不同的學校 就是兩個學校 星期六 月一月 接著就是 兩方家長 都去看看 看到自己 長大的子女 在這裡 在這裡 做這樣的運動 是挺有趣的 其實我初初是很反對的 我說不可以 變成執墨人 會好痛好傷的 千萬不要 其實慢慢 我可以學到 都挺有趣的 因為 這個時間的男生 在這個運動裡面 會學到 是一個團隊 是一個團隊 你一定要 在整個比賽過程當中 你要看著彼此 要看什麼環境 什麼情況 是不是需要你進去 你就去 如果不需要你 就要分開 看看情況是怎樣 我看到成果是這樣的 他是有一份責任在一邊 然後你要知道自己 在什麼時間做什麼 這個訓練是很好 所以我兒子的學校 有三個 這個 檢林球的教練 很多的 兩三次訓練 有時候 所以 這個時期的男生 你說 你經過他 學壞 反而 就不會 他們是一個團隊 是很團結的 就是很兄弟 這樣 有些傷 都有的 我跟那個教練 打電話 我說不想 我兒子參加 但是 後來他說服我 反而 後來我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因為我看到今天 那個 中間的裁判 他在中間 我說 我問那些家長 我說他是什麼作用呢 為什麼他在中間 有時候 那些隊員會聽他說 然後就停止 然後就開始 他們說 這個裁判是很重要的 兩隊都是很尊重他的 所以他們會聽這個裁判說什麼 而且我看到的比賽 就是說 他說你一定是 非常之discipline 就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標準式的 一個 行為標準 如果你是很厲害 你是怎樣 你不可以自己出來 做自己的事情 你都一定是 遵守規則 所以我 很 很 接受這種方式 而且你一定是 good minor good minor 意思是 英國這邊的文化 看到就是 不管你怎樣憤怒 不管你是怎樣 多有實力 但是你也要follow the rules 我覺得這個是 使得我學到一些東西 還有 減林球 對中間的裁判 裁判是很尊重的 因為大家都這麼大力衝撞 就會分分鐘受傷 因為比賽當中 是挺複雜的環境 都是為了比賽 但是 一完成之後 大家真的壓手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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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隊排成兩邊 另一個隊中間走過去 好了 走完之後 他們又分開兩隊 然後另一隊 在中間隔走過去 都非常友好 所以我看到 哇 真的好有趣 這個是一部分的 所謂的 浪費方式的教育 你怎樣拿 都是一個團體 都有守規則 所以我今天看到一些視頻 在香港 有些警察 自己是假裝了一個示威者 然後又是 去拉 把兩個男生 握在地上 然後很掙扎 很掙扎 差不多是兩個人 握手 另外三個人握手 然後又出來幾個人 後來有一位好生的大媽 和街坊 說 怎麼搞的 為什麼不用這麼低利 然後說 你有沒有偉人證 有沒有偉人證 叫了很久 後來 出示了給他們 看看 這樣就知道 你是 警察 扮 你是扮黑衣人 這樣 這個證明到 你是 不是 跟著的規則 如果你是可以 做警察 因為你做事 因為你是警察 你可以扮示威者 那 反過來 如果示威者 可不可以扮警察呢 如果你想像一下 可以 如果你想像一下 可不可以 有一天 示威者 全部穿上 這個 那個 蝦警 綠色的 裝束 跟著戴帽 戴著面 面袖 跟著是 大皮 皮雪 跟著 警軍 盾牌 是嗎 他們可以配置槍 是嗎 如果是這樣 行不行呢 你可否接受呢 警察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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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看 減林比 減林比 減林球的比賽 使得我 直接想到香港 香港警方的這個 是他們是 第一次 他開始 扮示威者 丁點氣油彈 是他們 放虧 第二是 他們開始 製造的暴亂 那 林靜是 施政報告 說了 六七次 都是暴徒 暴離 暴離 暴徒 那 是誰開始的 是啊 很多視頻為證 所以 這個是 我們很多現在 香港 年輕人 一定看清楚 還有 要很認真 比較一下 那我們未來是怎麼做 因為 我昨天 這兩天 都看到一個 高登潘 潘先生 他說得很好 我很喜歡見他 因為他的 廣解 他的分析是非常直白的 他說 這個血制 一定是血泪長的 我們是有冤 是有仇 一定要報 我覺得是對的 他相信 人類的這個基因 是有這個基因的 沒有可能給你 你打了我左面 我給你右面來打 這個不是人善的 是自然的反應 所以 特別是對著 15歲 至18歲 這些年輕人 我覺得是 任何一個政府 任何一個制度 都是不可以這樣 對著他們 其實 你看西方 你說 其實你查一下 你身份證 你都是站在一個角落 不要妨礙人 看看你 是怎樣 如果你拉 你拉什麼人 都不可以這樣 空 空殘 所以 有些良知的人 都會看到 警察是第一時間 犯規的 他就 不是說好像 錦林球的比賽 你怎樣 就算你是 你是法治機關 你是控制到局面 但如果你沒有了你 你不能犯規的話 大家都應該沒事的 相關沒事的 非常之可惜 我看到 香港的所謂的警察 已經是變了質 所以 我們大家要真真正正想想 未來是怎樣行 今天是 10月19日 星期六 多謝你收看 多謝你的時間 我們下次見